好,接著我來看一個原子說的介紹影片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天王老師 我今天跟大家講解的是原子說 他是道爾昏的在1803年所提出來的女歌頭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是道爾昏 然後呢,他第一個提出來的是說 好,物質就原子所組成的 好,他現在原子法在分割 可是呢,我們使用法其實在包含我們的子子、中子還有電子 所以其實我們的原子它也可以在分割的 我們現在現在有發現所有的法克也只是變小單位 好,接著我來看一下第二個 他說呢,三種原子的原子質量相同 不同原子的原子質量不同 好,這個東西呢,我們所有發現一個新的東西 只好做同位素 同位素是什麼? 後面會加同位素 後面會加 後面會加 我之後沒有加同種素 對的,輕量的姿勢跟黃松的就不同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同位素 這可以讓我們看到的 同樣都是青 但是他們的質量 卻有可能不同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他提出來的 這個很像定比定律 他不會有一個A,然後二分之一個 B,原子不會有一個千里半 所以他排列電力會成一個簡單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提出的最後一個 他從當發生化學排列時 只有原子的排列方式改變 原子本身不會消失、分裂或者創造 這是重點 也就是說呢 那我今天拿A跟B下去都排列的時候 我不會產生B這種東西跑出來 我如果拿A跟B下去 我排列出來就是AB 那可能排列就會在裡面 原本A跟B在一起 現在變成A跟B 會在一起喔 好,那這邊可能有一個小小的 你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核排列 核排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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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排列有排列 它那會牽涉到我們的原子本身 它的質量的消滅或者生成 好,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個小地方 好,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呢 他總共提出第一個 他是說我們的原子落在分割 但是之後我們發現它還有 是中指的電子 第二個呢,他說呢 相同原子質量會相同 但是之後我們就發現了寶貝度 第三個呢,他說呢 化學排列凡石 它的排列會成簡單的土地 原子已經是一個一個的 他不會有一個 他配它二分七一個 原子都會切一半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個呢 他說呢 化學排列凡石的時候 用原子的排列先發生改變 原子不會創造或者是分離 這邊是最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核排列 它不關注於我們物排列 化學排列的部分 核排列會限制到原子的質量改變 好 那我別人說假花袋 那如果還有其他不同的 翻譯進底下連結看 我們有靜點進去 還有我們質量的手環 我們下次再見 好 OK 他講的第三點 其實就是第一點 因為原子不能夠分個整個整個 所以簡單 整數比 它其實很類似我們教的定比定率 跟你講過了 呃 第一個是不對的 第二個是不對的 重點是第三個還是對的 叫做 化學變化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數目沒有發生 改變 這是一個重點 這是一個重點 好 用這個觀念會解決很多的問題 很多問題所以請你記好 好 OK啦 OK